好 接受国际新闻来看的是 俄罗斯总统普钦亲信的女儿杜金娜 遇袭身亡 而俄罗斯公布监视器画面 指控嫌犯是一名来自乌克兰的女特工 这名女子入境俄国之后 特别住在同一栋公寓 花一个月的时间观察杜金娜的作息 案发的时候换了三次车牌 逃到爱沙尼亚 不过华府智库专家认为 这起事件有可能是俄罗斯内部 反扑势力所为 汽车爆炸冒出大火球 20号当晚 俄罗斯极右派哲学家杜金的女儿杜金娜 遭遇爆炸身亡 事件雨波荡漾 连普钦都说重话 今天俄罗斯火速办案 认定乌克兰就是幕后主使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公布监视器画面 说这名女子就是前来暗杀的女特工 不过乌克兰怒呛 俄罗斯又在编故事 俄罗斯调查女嫌犯叫沃夫克 现年43岁早从上个月23号 就带着12岁女儿入境俄罗斯 租在与杜金娜同栋大楼公寓 花一个月研究她的生活 直到8月20号安装汽车炸弹 并在隔天逃到爱沙尼亚 调查称女嫌计划周详 入境俄罗斯时 先使用盾内刺客人民共和国车牌 到了莫斯科则改成哈萨克车牌 最后逃到爱沙尼亚又换成乌克兰车牌 莫斯科周二为杜金娜举行追悼会 杜金哀痛现身描述和女儿最后的对话 有普清大脑之称的杜金 本来就是主战派 女儿身亡后她更强调自己要的是打赢战争 而不只是小规模的报复 不过专家认为这起命案 也很可能是俄罗斯自己搞的鬼 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专家哈林评估五大可能 指出俄罗斯虽然点名乌克兰特工 但他认为缺乏实质的利益可能性不大 其次动机也可能与杜金家族的金融纠纷有关 再来也不排除是俄罗斯为其行动 还有俄罗斯内部的反扑势力 或是不满战争的政府内部人员 都有可能是凶手 另外俄国媒体指称 该嫌犯疑似于亚素银有关 但也遭到亚素银否认 基辅街头最近高调展示好几台被毁掉的俄军坦克车 准备迎来24号的乌克兰独立日 基辅近期虽然没有再遭到俄军空袭 但对于独立日这天也不能大意 除了要确保当天不要发生意外 CN报导乌克兰接下还有寒冬考验 由于欧美持续遭遇通膨和能源危机 还能不能维持挺污力道成为观察重点 TVA新闻综合报导 俄乌战争即将满半年了 距离札普罗热核电厂10公里的城镇 22号再度遭到空袭 俄乌互控对方发动攻击 要求国际原子能总署介入 不过双方对观察员的行程意见却都不拢 核场危机还是没有办法化解 墙壁铁门密密麻麻弹孔 地面还被炸出一个大洞 抬头看欧洲最大炸波罗热核电厂 六座反应炉就在眼前 周一最新一起空袭 爆炸地点距离核电厂只有短短10公里 只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说是对方故意袭击核电厂周遭 就怕任何一个反应炉被打中 引发大规模核灾 俄乌双方都表态 希望国际原子能总署能派观察员到场监督 视察行程一直瞧不拢 核电厂问题僵持不下 专家认为如果不幸发生核灾 规模不会像当年车诺比那么大 乌克兰总统责任斯基 则继续呼吁各国认定俄罗斯为恐怖主义国家 乌克兰24号独立日前 基辅大街上摆出好几十辆俄军坦克 让民众看看战争的代价 还有民众抓着炮管引体向上大手被击 在核电厂危机阴霾下 基辅不办大活动 反观俄罗斯 22日俄罗斯国旗日 俄军秀出卡5-2攻击直升机 对着乌克兰开火画面 而在俄罗斯各地还有壮观排场 甚至让军人拿着超大型国旗高调庆祝 俄军还在这天下令 9月开始所有学校 每星期都要办升旗典礼 就是要在俄罗斯被国际孤立时 激起全国人民爱国警操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